美国现在50周全部都沦陷了 你怎么看未来状况 接下来呢 如果既然进行这么严格的管制措施之后 有没有可能全球的疫情 开始慢慢的稍微趋缓一点 我先讲一下那个川普讲说 要拿直升机撒钱这件事情 我觉得真的是他这个创意无穷 我就跟你讲说 全世界接下来的经济最大危机 就是停止消费 那你撒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对了我知道你美国如果缺钱用 就干脆印钞票嘛 因为他从来不回收的啊 对不对 那你撒那么多钱 问题是没有人去消费啊 整个经济停滞啊 那你股市没有活肉没有活水的话 你光撒钱给老百姓有什么用 股市还是救不起来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好笑 不过要讲回来 我们刚才说台湾很多租队友 对不对 又坏又笨对不对 那你讲那么多人 我真的讲到一句话 以前他们大陆人常常讲说 一不偷二不强 就是什么 坚决拥护共产党 那这些人真的是坚决拥护共产党 不管全世界怎么样去修理 讲共产党什么不对 带着这么多的人命生命 财产安全的死亡 或者是那个损失的话 那些人我说得出来 我就觉得这些人真的是 还有那些常常出国旅行 到现在还是殖民不悟 那真的是松到你干脆到我 我先跟你讲 不要讲这些 我刚才没有讲这个 这是一个医护人员 拖出来的一个自治血泪 你知道吗 台湾的医护人员 对 我先讲给大家听 医护人员辛苦 当然是大家都知道 他要照顾这个 你看这边有一个插管病人 插管病人躺在这边 他只能全副武装坐在这边 你知道吗 他是隔绝外面的东西 真的全副武装 全身包起来 对啊 像一天这样子很辛苦 我跟你讲 他这个坐在这边的话 大家带这个试试看 他为什么要一直坐在这边 照顾你知道吗 我在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大家可能不知道插管 你如果看过人家那个肺插管 我跟你讲 那个是痛不欲生 你知道吗 你发现一个人活活的人的话 你不能呼吸的话 他要把管子从 不是插到胃里面 不是插食道 他是插到肺管里面 肺里面 你一般的人 卡在那些东西 我说实在你只要有弹 卡在这边的话 你咳都咳不出来 你有没有呛到东西 你一直咳一直不舒服 一直要把它牵干 它现在是一根管子 很大一根 这么大就要插到你的肺里面 一直要灌空气 因为它要扩张你的肺泡 所以为什么这个人坐在这边 就是告诉你说 这个人除非是重度分泌 否则那管子插进去的话 你会自主要 一直想要把它拔掉 一直要去拉它 这插的过程之中 当然你会咳 剧烈的咳 或者是吐东西出来 所以我说这个 这个医护人员很可怜在这边 而且你知道他穿这样 对不对 你不要以为他穿这样 好像是穿那个 轻便小黑小鱼衣 这款穿一只要十几分钟 穿一次就要穿十几分钟 你要慢慢慢慢 一层一层慢慢穿 而且他真的要封得很紧 不然你穿等于白穿 不能够有露出 你看他的头盗什么东西的话 还有鞋子 所以他在那边照顾 就是怕这个病人去拉管子 或干什么 或不舒服 全身扭动这样 会伤及他的血管 或什么气管 所以你看 通常插管的人 都是要手要被绑着 否则你会手会去拔你的那个管子 对 所以这跟你讲说 插管的人是痛苦医生 你不要亂亂 说真的是出国算很爽的 对 你如果真的回来到边 要插管的这种痛苦 你会感觉到吗 对 那医护人员 这个医护人员 医护人员也很痛苦 对 他讲说他好 他现在坐在这边等 等到没事之后 他要一边记录 他的所有的生理 生理状况 生理情况 记录完之后 还要递给外面的人 让他回来到外面 可是他好不容易 他下来对不对 对 他才坐下来 休息个五秒 五秒钟 旁边的那个警铃又响了 因为病人又有状况 或怎么样 他又穿着全部武装 要跑去 要赶快去处理 所以就跟你讲说 不要这样搞这些医护人员 这医护人员也是人 对不对 他每天要看到这些 这么辛苦的人 你说久了 他的压力也很大 你不觉得这些医疗人员 慢慢也会崩溃吗 所以就跟你讲说 这个是长期作战 你不要太讲那些 有的没有的 好那我们讲到国际这边来 那意大利刚才讲到 任布罗这个地方 真的是很恐怖 我们前几天一直看到说 那个复文从一页变十页 那个棺材是堆满整个教堂 你知道那教堂里面 那棺材堆得满满的 对 我都跟你说 连处理都没有时间处理 为什么 因为他们人力全部要去 供应那些生病的人 对 那你看那个小镇 一万一千多个人口 他去年一整年才死一百二十个人 可是你知道吗 他最近十二天 十二天死七十个 超过一半以上 对啊 所以你说这个接下来 他们会怎么办 所以 所以我说实在 这个疫情到全世界 你如果看看全世界的报导 全世界一些视频出来的话 告诉你 这疫情不是跟你绕着玩 不是儿戏 你现在在台湾 你感受到不到那种情况 难道你们觉得说台湾 如果要跟他一样的话 你能够承受吗 好了 那接下来我就跟你讲说 像这个刚才讲说这个 这个西螺这个 西螺是很好吃的对不对 听说他还买了一个小岛 准备到全家人去那边自主隔离 我都跟你讲说 全世界有多少小岛 你买得起可以去的 对不对 因为他买小岛不是第一次的 他2015年他的经纪人 他又买了一个小岛 给他当结婚礼物 所以他这次买小岛 说他那你如果没有小岛的话 你怎么办 对不对 那我们讲到说 那个西甲的 那个最年轻的 21岁 那个足球嘉宾 那个杰西亚 你知道吗 他21岁而已 大家都不相信说 一个今天在球场上 跑跑跳跳的运动员 身体这么健康 而且他染了这个疫情 这武汉肺炎之后 一个多礼拜就走了 一个多礼拜 对所以大家就在想说 不要剃去 不要说觉得说 你抵抗力很强 以前大家都告诉你说 练鼓的时候 抵抗力越强的话 越能够存活下来 错 现在告诉你说 你看21岁的一个运动员 足球教练 一个多礼拜就走了 所以现在不是 不分年轻的 老弱妇孺或者怎样 或者年轻力壮的 一样你这蓝疫的话 你都走不去 所以就跟你讲说 现在这种情况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的话 大家总要有一些警觉性 那澳洲你看 澳洲接下来要进入夏天 对对 要进入冬天 我们这边要夏天 到那边要冬天 那冬天的话 疫情对那种冠状病毒 活跃度是增加的 它比较适合生存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 到了最高等级的 紧急状态了 已经到了人类生物安全的 这个名称听起来好吓人 不是就是告诉你说 人类生物都有可能 在这一波疫情里面 被感染到 所以告诉你说 这个紧急状况 你大家要注意 所以那除了这个之外 全世界 我再讲一下伊朗 伊朗之前我们不是讲说 疫情很严重吗 它根本现在是 束手无策你知道吗 它告诉你说 现在群聚感染这么多的话 它只好怕监狱里面暴动 它监狱里面感染 他现在只能把监狱里面 求案放出来 最近之前不是说放了6000人 第一波 现在干脆放8万5000人出来 那这些罪犯上街头之后 你觉得他们治安会怎么样 而且他们增加伊朗人 这个波斯人真的 自古就很勇敢胜战 他们要关闭两座 什叶派的圣灵 那个圣灵是这样 24小时全年无休的 现在要把它关闭之后 一堆人就在那个圣灵外面 就给你抗议你知道 抗议说什么 还有人把闯那个大门进去 你知道吗 不行 我就是要去填那个圣灵 你看他们都不怕嘛 我昨天不是讲过说 伊朗快过年了 跳那个祝火 一堆人在那边跳火 年轻的跳过火 老的就在那边绕 那一堆人一面跳一面壳 里面绕一面壳 还抽水源袋 抽完之后还流流抽 我就跟你讲说 接下来伊朗这种疫情 怎么能够控制得下来 对不对 那好那讲到美国好了 那个洛杉矶也是没有办法处理 现在也只能把囚犯放出来 不然就说一句话 他们现在下两个方式 第一个释放囚犯 第二个是什么 降低拘捕人数 就是说你今天小犯罪的话 我没抓了 抓了抓进去的话 又放出来抓干嘛 白做工嘛 所以你看他们真的是 因为说实在话 美国他们之前就要统计说 美国病床数只有一百多万张 每一千人只能放到2.8张 2.8 韩国是12.3张 中国4.3 意大利3.2 美国是全世界病床数是最 每千人病床数是最少的 所以美国如果大爆发的话 你觉得他怎么办 所以你看他们现在 川普也是很多事情 他也是丢给别人去做 对不对 他现在说呼吸器 全美国只有16万台 那川普现在下令怎么 你各州自己去买 对不对 问题是我这一州需求的话 我如果不跟外国买的话 我在美国买来买去 大家也不卖你啊 对不对 大家都要抢物资吗 那接下来 我就跟你讲说纽约市 他现在那个市长白思豪 他已经颁一个禁逐令 他说850万的纽约市民 现在用最严格的方式来限制你们 那个问题是纽约州长是 古墨是不答应了 他说他是无权下令封城了 可是你不封城 尤其是纽约市 这么大的一个大都会 这么多人聚集 这么密集的地方 你说等到真的大流行 大大大爆发的时候 那你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现在最恐怖的就是 旧金山湾区这个地方 旧金山湾区也有700多万的居民 他现在下定所有的居民 要就地避难 而且要实施三周 他现在告诉你说 最好的方法就是怎样 全境不要移动 大家就地坐 我们不是坐 躲在家里面 不要再出来 除了你说你上班 买食物之外 最好就全部待在家里面 你看全世界都已经 疫情这样的话 那你台湾这些人 你还要趴趴走吗